嗨,大家好,廣大的IEI粉絲們 你好,我又來了,我是IEI產品經理部的Dong You 那今天我們在這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美國,在美國的喬治亞洲的亞德蘭大 GWCC是長期,那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有參加一個全美最大規模的這個專業的交通 相關的一個展覽,那今天很榮幸的在這邊介紹 叫IEI整體的這個交通方案,交通的幾個方案 那我這邊的話,特別要去介紹的是 所謂的 Railway Solution,或者是我們叫 就是我們鐵道的相關的一個方案,那今天 IEI其實在這個場合裡面帶來了整個 IEI集團裡面的所有的這個資源整合,把這個完整的 一個鐵道方案去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呈現和呈現 那很簡單的來看到這個畫面,我們可以看到說 畫面上面其實秀出來的是一個 系列的這個不同的訊息 沒錯,這個就是在我們一般搭火車的時候看到的 這個乘客的一些訊息 比如說在右邊這個畫面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說 火車現在到哪一個 暫別,那接下來還有幾分鐘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一般來講 在英文叫做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PIS系統,就是讓客戶可以去知道說 目前的一個車輛行走的狀況 或者是可以放一些廣告 或者是放一些影片 去讓客戶這個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另外我們透過這樣子一個展現的話 我們其實在這個被扣台這個部分 也同時進行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車廂內的一個監控系統的一個連接 那這樣子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的話 其實是透過IEI的這個IRS100 還有我們的這個協力廠商 和合作廠商 HORWIN威力工業網路的一個產品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 solution 的一個呈現 那如何呈現呢 那特別是在介紹這個我們IRS100這個產品 它其實是基於這個所謂的 我們鐵道相關的安規 EN50-155的一個特殊設計 它基本上它可以支持 -40度到70度的這個工作溫度 那除此之外的話 它在一些特殊的這個接口上面的話 也有一些特殊設計 包含像是我們有M12的Connector 這個的話就是會用來避免這個火車在行駛當中的一些震動 把這些接頭去做一個鬆脫 那另外的話在一些接口上面的話 也都有做一些特殊的像說隔離保護這樣的部分 那特別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提供兩種不同的一個電源輸入 包含二四伏DC 一百一四伏DC 那這樣子的一個兩種不同規格的電源輸入的話 基本上是符合全世界各種不同的一個鐵道產品這個需求 那透過網路的方式我們連接到我們威力工業網路 就是ORIN它的這個POE的產品 那POE的產品的話其實市面上非常多 但是針對所謂的鐵道專用的POE產品的話其實真的不多 那因為它在設計還有整個規格的部分的話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包含一些relate或者是一個我們叫做一個 ORIN的一個概念的設計 那ORIN這個TGPS-1080-MTELF 它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所有的connection 都是用MTELF的connector 包含Power的部分也是 那它提供的是一個POE的一個訊號 透過這樣的訊號連接到我們所謂的POE的camera上面的話 就可以完成了整個這個鐵道車廂內的這個影像監控的一個部分 那同時再把這些影像的訊息 即時的這個存儲到我們這個相對的硬體上面去 那當然現在3G4G是一個很普遍的部分 那越來越多人希望在這個乘坐火車的時候 也可以享受到這種Wi-Fi的一個功能 一個享受一個需求這樣 那我們這邊的話也透過這個網路方式 從IRS100帶到我們這台機器上面 那這個也是一個ORIN威力工業網路 他們這邊特別設計製造的 符合火車的安規EN5055的一個產品 它是透過我們可以安裝3G或4G的SIM卡上去 它透過這個SIM卡的一個接收到 可以接到Internet的部分的話 把它轉換成Wi-Fi的部分 提供給車廂內的這個乘客 去自由的去做一個使用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這一次IEI集團 集合了這個我們集團內的所有的這些 不同的一個分工實質公司 來去做一個整體的這個 REALWAY的一個展示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一個簡單介紹 那後續我們會帶來更多的一個相關訊息給你們 那請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謝謝